平溪之線景觀最美的路段 應該是屬於十分到零角的中段 因為這裡有全台灣最大的瀑布 十分寮瀑布 算是平溪鐵路風景最美的地方 加上十分車站是平溪線最大的車站 也是上下行火車的交匯點 而且火車在近站前通過斬小的十分老街 火車就在您家門口通過 不過十分居民早已習慣這種生活 和火車之間還有一份特殊的情感呢 每年農曆春節過後 十分就會變得很熱鬧 因此到了平溪 十分你會發現有許多賣天燈的地方 不妨去體驗一下 親手做天燈的感覺 近幾年來 在臨近的平溪及金銅 相繼的推廣地方文化之下 整條平溪線都可以看到熱鬧放天燈的景象 來到十分下了車之後 建議您可以沿著車軌旁的街道往老街方向前進 如果餓了還可以到十分飲食店或榮樹下小吃店吃 吃飽了就到旁邊的鐵道風情咖啡 享受一下坐在鐵道旁悠閒喝著咖啡的閒情意志吧 當然老街對面的靜安吊橋是一定要前往的地方 過去這裡可是電影公司出外景拍攝最好的地方 尤其是在夕陽西下時 十分靜安吊橋浪漫的景致 可是吸引情侶最好的地點 十分鐵道老街旁總共有兩座吊橋 當年都是作為運煤的專用吊橋 崇光煤礦運煤所使用的平和吊橋 已經在80年代走入歷史 而現今存在的靜安吊橋成為當地居民和許多遊客來此懷舊回味的場景 走到老街盡頭 有一條指向台灣煤礦博物館的標誌 遊客可以沿著此小路前往 過去十分也曾經是盛產煤礦的地方 新平溪煤礦就在十分車站的上方 成立於1965年的新平溪煤礦公司 是台灣煤礦博物館前身 隨著煤礦的減量枯竭 在1997年停止開採 新平溪煤礦即宣告走入歷史 留下荒廢礦場 為了記錄這段時機 維護台灣煤礦業相關文物 館長龔永倉著手改造當年的礦坑 將礦場規劃為台灣煤礦博物館 是一處即适合親子同樂 戶外教學的礦業、歷史、生態博物館 館內除了保留台灣煤礦業、相關文物、歷史資料 與開採工具外 並且在館內設置一處 以圓尺寸搭建的模擬坑道 更為了能讓參觀遊客真實了解礦工作業情形 模擬礦坑完全依照實際比例條件建造 從煤炭的形成、分布、開採到運送 讓您如同置身於坑道中 另外過去礦工洗澡、休息、更衣的地方 也都一一呈現在您眼前 而周邊豐富的生態資源 也是園區一項特色 有五十年以上台灣杜鵑與榕樹 春夏交替時 更可以見到滿山片野的油桐花、山百合 園區還有一處水生植物區 夏日黃昏夜裡螢火蟲 更將園區點綴成繽紛世界 一般來說 鐵道軌距在一百公分以下 統稱為輕便鐵道 而以台灣來說 輕便鐵道的主要用途有四大項 臨業鐵道、唐業鐵道、礦業鐵道、延運鐵道 就以臨業鐵道來說 台灣擁有的三大臨業鐵道 太平山、阿里山、八仙山 目前除了八仙山之外 其他還保存相當良好 更成為台灣著名的觀光景點 而北台灣最具代表性的礦業鐵道 卻遭國人遺忘 如今只有剩下平溪 台灣煤礦博物館 仍然保留有這段動態複始的礦業鐵道 獨眼小火車是台灣第一部電氣化小火車 也是台灣目前僅有在行進的小火車 由載運煤礦的台車 改裝成現在的園區觀光列車 它是鐵道迷的最愛 也是最具歷史價值的展品之一 所以來到台灣煤礦博物館 一定要來搭乘台灣僅有的煤礦鐵道小火車 體驗一下仙人採煤的心酸 當然 來到煤礦之鄉平溪 除了觀賞天燈及礦場巡禮之外 當然也不能錯過了台灣最大瀑布 十分瀑布了 您可以從台灣煤礦博物館岔路 看到十分風景區的標示 只要往前五分鐘通過一座橋 就可以看見一座美輪美奂的十分旅遊服務中心 遊客可以在這裡稍作片刻休息 或了解一下風景區內的介紹 這裡還有提供導覽解說資料呢 遊客服務中心旁的步道以及四廣潭吊橋 是風景區管理處特別興建的一座吊橋 讓遊客可以從管理中心 經過四廣潭吊橋到達十分瀑布 路程縮短了許多也輕鬆不少呢 加上沿途各種壯麗景致 讓人足以忘卻煩憂 四廣潭是一個四方形大潭 位在風景區內旅遊服務中心 上方的基隆河上 在此可以眺望四周群風景致 又可以靜觀白露絲鳥群的生態活動 加上河潭寬廣 夏天時許多遊客常來此地烤肉 是一處避暑聖地 而在四廣潭旁 則是基隆河流到此處時 自然形成寬闊的淺潭 部分河床外露 其上有湖瀉地形 河床上下之間略有落差 故上下之處水流湍急 棕生積月 湖瀉的形成是因為地質沿層的結構性硬度不均 經夾帶沙石的河水沖刷而產生坑洞 然後流水在坑洞中形成小漩渦 進行再沖石 而形成弧形的小洞瀉 湖瀉地形在平溪鄉每條河流都可以輕易看到 其中以大華湖瀉規模最大 現在已由縣政府規劃為自然保護區 服務中心旁的河岸 則設有野江花栈道 咖啡色的木板栈道與欄杆 典雅而優美 除了可以觀賞一旁的野江花栽種之外 還可以平然俯瞰河水東流呢 四廣潭之上吊橋 如果站立在吊橋之上 可以觀賞湖瀉奇景 以及聆聽潺潺的流水聲 四廣潭吊橋雖然長只有30公尺 不過走起來還是有些輕搖為蕩 令人有種陶醉山水的聯想呢 過四廣潭吊橋之後 可以沿著步道前往十分瀑布 步道是沿著基隆河而行 約過了五分鐘就可以望見 平溪線的鐵橋跨越基隆河上面 來到橋下 發現鐵路鐵橋旁 新建一關鋪大橋 供遊客行走 這裡是基隆河之流 月桃遼溪注入基隆河之處 之流匯入主流處 低層陷落而內凹形成瀑布 左右各有一內凹處 形似眼鏡 所以被稱為眼鏡洞瀑布 循著石隆河 循著石隆河 在橋上可以欣賞眼鏡洞瀑布 瀑布之水 從兩凹洞中間的岩崖奔流而下 瀑布如鼻梁 兩凹洞類似眼鏡 瀑布之名取之為眼鏡洞 頗為傳神 從關鋪吊橋 眺望前方河面 可見到基隆河的水面 竟是如此碧綠 而且水流平緩 但是到了盡頭處 有如海平面般 成一橫線 那裡就是著名的 十分大瀑布所在了 過了關瀑布吊橋 沿著鐵軌旁的步道 走上五分鐘 就來到了十分瀑布的風景區 不過觀賞十分瀑布之地 是私人土地開發大建的 所以進入時 可得購買門票才能進入 今天我們外景小組運氣相當好 基隆河水流相當的大 一進入就看見十分大瀑布 氣勢澎湃的出現在眼前 內心機器無法言語的衝動 十分瀑布是台灣最大的 蓮木式瀑布 寬闊的河水流到這裡 河床突然整塊垂直陷落到 二十多公尺深的溪底 河水直落而下 崖壁間有蒸絨突兀的石塊 與流水相機 白瀑飛揚 由左至右 彷彿七八座瀑布並排而下 形成一寬闊的蓮木瀑布 從入口處往瀑布下方的關瀑布區 步道施滑令人舉步滿山 沿途樹立著警示牌 提醒著遊客小心路滑 為了觀賞這座台灣最大的瀑布盛景 為了觀賞這座台灣最大的瀑布盛景 這一點辛苦是值得的 在十分瀑布下方的關瀑布區 除了瀑布棕空想外 芬多金水氣迎面而來 在一呼一吸間 先芬的空氣直入肺皮五臟 令人精神格外放鬆 而瀑布之下更是波濤洶湧 彈身不可測呢 十分瀑布是由基隆河河床斷層 形成罕見的寬廣蓮木瀑布 落差約有二十多公尺 寬約四十公尺 瀑布就像千軍萬馬奔騰 傾斜而下 感覺就像一席白色綢段 墜入一大片寬廣深潭 鋪水形成的水氣 經常瀰漫在鋪潭上方 經陽光照射 就呈現出一道彩虹 顯現出晴空霓虹璀奪目 所以有彩虹淵的美名 加上十分瀑布 因為岩層的傾向與水流相反 屬於逆斜層瀑布 這個情況與北美的尼加拉瀑布相似 而有台灣尼加拉瀑布的美誉 而位在彩虹原下方 基隆河谷南岸 平時巨石裸漏林立 阻塞水道形成奔流 名為巨石林 如果遇風大的時候 山峰則從上方 循著基隆河谷吹來 更助長了瀑布的氣勢 瀑布的水花 隨風煞時化為水氣 雨絲就有如騰雲架霧般 奔灑飄飛到瀑布下方的官舖區 所以官舖遊客 大多需要撐傘來官舖 還真別有一般情境呢 遊玩了十分風景區的自然美景 我們繼續往下一站 旺谷前進 旺谷是一個簡易的招呼站 上下的旅客並不多 所以我們直接前往菱角站 菱角雖然也是一個招呼站 不過周圍的居民還不少 還有一條菱角老街呢 而且周邊還有許多的景點 可以前往 尤其是在平溪鄉 僅次於十分瀑布的菱角瀑布 只要沿著菱角車站的鐵道 往上行 不久就可以見到 菱角石窟大瀑布的鐵門 有小門進入 有下坡曲折小徑 經過一片竹林之後 菱角瀑布就在您眼前 瀑布成蓮木形 景觀相當壯麗 溪水也很清澈 瀑布上游 湖瀑景觀相當發達 河道有幾個洞瀑布 有些瀑布就從這些洞中 沖泄而下 下游 由於有兩層岩層疊狀 所以與菱角瀑布 合成三疊潭 瀑布水下方 汇聚成潭 當水量崩潰時 瀑布聲勢如同千軍萬馬 直屑而下廣闊山潭中 漸起的水花瀑漫四周 空氣備覺清涼 菱角瀑布位在台北縣平溪鄉菱角村 風水時期 瀑寬可以達到50公尺 瀑高11公尺 是平溪鄉的第二大瀑布 在瀑布前方 屁建有賞瀑台 花圃 石桌椅等 提供遊客來此露營烤熱的設施 還有多處天然石洞 具有原始自然的風味 環境清靜優雅 由於潭中西漁豐富 也吸引很多釣客 來此垂吊 菱角瀑布的水勢大 而且地形險峻 因此經常產生漩渦 所以並不適合細水游泳 水水游泳 封湯 座椅 封湯 龍 封湯 沙 走出麟角瀑布 还可以沿着铁道漫步山林间 欣赏平溪小火车的沿线美景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